大家好,欢迎来到一点一滴小厨房 今天我们来做海鲜酸辣汤 我们需要的食材 冬笋,鱿鱼,虾,熟鸡胸肉,葱,香菜,豆腐,鸭血豆腐,香菇,玉米淀粉,白胡椒粉,醋,香油,盐,白胡椒粒 两种豆腐都切丝 鸡胸肉,切丝 虾切丝 鱿鱼切丝 冬笋切丝 葱切末 香菇切丝 胡椒粒压碎 这样就可以 香菜切小段 泡香菇的水呢先别倒 一会儿我们做汤用也是有香味的 温度了以后我们倒一点油 加葱花 刚才我们碾碎的白胡椒粒 我刚才加的是热高汤 然后把刚才留的这个香菇水也倒进去 如果你没有热的高汤加热水也可以 加入豆腐 加入豆腐 鸡胸 虾肉 鱿鱼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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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冬笋 香菇 搅匀 刚刚有一点微开的时候 上面有一层浮沫 我们把它撇掉 调一下口味 加盐 白胡椒粉 白胡椒粉 水淀粉勾芡 勾芡的程度要这种浓稠一点的程度 打两个鸡蛋 我刚才在照这个食材的时候忘了照鸡蛋 加醋 醋要多一些 香油 这时候可以尝一下口味 如果胡椒粉之前加的不够可以补一些 好了 这时候可以关火出锅了 装到大盘里面 撒一些香菜 我们的酸辣汤就做好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订阅加点赞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